來,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跟大家示範一套一個煎魚的方法 就是我們叫乾煎豬頭魚 乾煎豬頭魚有什麼特別的技巧呢? 第一個,豬頭魚一定要先經過醃漬 醃漬的時間大概兩到三天為好 那超過兩到三天呢,就比較時間太久了 那我們現在在做這個呢,就是讓這個油呢 稍微能夠加熱一下 這個加油,加熱,讓它能夠瞬間呢 能夠受熱熏勻,這個是煎魚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訣竅 然後呢,這個 豬頭魚呢,這個是一個回油性的魚種 那它非常的,這個 活動力非常的旺盛 那也是屬於這個 非常,呃,營養的這個 魚類 那多吃,對身體呢 對眼睛啦 裡面還有非常多豐富的 Omega 3 對眼睛跟這個 你的健康會有其他血管 非常大的幫助跟 跟改善 所以說呢 多吃白肉 也是一個健康的 非常重要的選擇 那我們這個 加熱的過程中呢 可以加一點蝦米 這個蝦米呢 就是為了什麼呢 開到蝦米呢 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就是單純就是為了爆香而已 爆香 爆香讓這個 土豆魚煎起來的味道呢 是比較 味道比較香的 好,那看到這個火稍微 比較旺了以後呢 我們可以稍微調小一點 好,像這個 因為 煎的時候呢 原則上盡量呢 用葡萄紙油 或是高溫的這個橄欖油 會比較香一點 因為 坦白說 這個動物性的油呢 現在因為養生的概念 大家比較注重了 所以動物性的這個油呢 雖然吃起來比較香 那如果說你真的很喜歡那種口感 或是味道的話 少量許可 還是不許可 但是 量多呢 就 比較 建議了 所以說在此 各位 要注意一下 自己的健康狀況 來做調整 好 那我們這個呢 整個油的這個 這個 爆香的過程 大概差不多了 好 把這個蝦米撈起來 好 把這個蝦米撈起來 蝦米撈起來呢 其實這個蝦米啊 就 就呈現了這個 比較焦黃的狀態 好 這個 就不太 對 必須要採取這個 好 那接下來呢 因為這個油的這個 因為這個鍋子的溫度夠了 好 那注意喔 我們在煎的時候呢 一定要把這個表面的這個水分擦乾喔 我在表面上 因為有塗了一層油啊 所以說呢 它這個呢 會看起來比較亮 好 那 無論如何呢 你一定要把表面的水分吸乾 好 那個呢 這個煎魚的時候才不會 這個有那個噴的到處都是 好 這個 這個是煎魚的一個很重要的這個 效 好 好 剛剛煎下去的時候呢 一定要開大火 大火開了一分鐘到兩分鐘 接著轉成小火 好 好 好 因為我油沒有加很多 所以必須要讓它 為了讓它能夠 均勻的受熱呢 所以我 我會把它 做一個這個 這個 這個喔 位置的一些調整 好 這個呢 接下來這一面 差不多了 好 我們接下來再來 換另外一面 好 把它做一個 換到另外一面的時候 記住也要把它調成大火 因為大火呢 能夠呢 讓它表面呢 迅速的封住 封住了它的油脂跟水分 還有它的香氣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訣竅喔 大家千萬要注意 那吃魚多頭魚怎麼醃製呢 這個以後有機會我們再跟大家相談 或是說有空可以 在我的網頁留言 跟大家 這個 在做多做 一些了解跟互動 那大家看到這個 尖程這個有點金黃焦黃的這個感覺 這個就表示我們的這個尖魚呢 是成功的 好 那另外一面呢 這個 另外一面的時間因為還不夠很長 所以 所以 所以呢 所以說要讓它這個時間稍微長一點 其實呢 料理有很多的方式喔 就跟火喉 是非常重要的 火喉 跟經驗 是 料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關鍵 當然啦 食材的新鮮啊 也是一個 跟 這個 這個 跟食材的來源 是否是 這個 好的食材的來源也很重要 因為 現在黑心食品這麼多 大家 真的 不得不注意這一點 在此呢 就是 為了要讓大家知道 欸 養生的概念 所以因此啊 所以我們 在這邊呢 告訴大家說 欸 怎麼樣 才是一個 比較好的 一個料理方式 你看 這一面是不是已經 也煎了有半焦黃的感覺呢 好 只要表面呢 有煎的有焦黃的感覺 而不是像剛剛 另外一邊呢 有那個白色的這個狀況啊 我們就可以把它大火調成小火了 為什麼要調成小火呢 因為我們 煎魚這個表面 看起來熟了以後呢 接下來 我們就是要讓它內部呢 慢慢的這個 慢慢的這個 熟度啊 增加 那不管怎麼樣 我們要煎到全熟啊 這個才是 這個 重點 那你如果說一直都用大火呢 會導致什麼呢 會導致表面會燒焦裡面 卻還沒有熟 有一個狀況 所以呢 我們就是這個時候 就需要小火了 那小火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我們 可以呢 稍微把這個蓋子蓋一下 這樣 讓它這個 這個氣啊 讓它在裡面稍微 燜一燜 好 等個差不多幾分鐘 之後呢 這個它這個就會 就會就會變熟了 但是在這等 等待的時間中 我們還是必須要翻面 好 那 這個 等待的時間中 再為大家準備 另外一道料理喔 就是呢 就是 翻紅花烘蛋 跟這個 加場咖哩 或許有人會說 那這樣要把魚 怎麼樣 表面呢 弄到乾了 基本上 你一定要準備 廚房式的紙巾 廚房式的紙巾呢 跟一般的 這個家庭用的這個 乾紙巾有什麼不一樣的 廚房式的紙巾呢 它基本上 它表面是比較粗的 那所以說呢 它不會 吸住啊 這個 你的油脂啊 它不會吸住你的表面 黏在表面 魚的這個表面 你到時候 就不會 吃到很多紙啊 屑屑 雖然這些東西 吃起來是 也不會防礙健康啦 不過 總是 呃 會破壞你吃 吃的口感